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准备这一个题目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周遭有蛮多的人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很快乐 甚至我们去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的时候 可以发现他有很多的压力跟重担 造成他没有办法用喜乐的心来看待他所遇到的事情 可是人人却都希望得到快乐 但很可惜的是 不快乐的人 比快乐的人还多 所以当学生他要面对很多的课业上面的学习 以及等着他的考试 和做不完的报告 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一些 在工作的人 可能要不断去挑战跟超越的目标 在生活上 我们面对人际的关系的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 可能有要缴的房贷 可能也有些人很需要 有的人有车贷 或是小孩的学费 所以这些经济的压力 也压着父母喘不过气来 青春的青年 他们有感情上面的问题 甚至新婚的夫妇 或是已经结婚一段时间的夫妇 同样会面临到感情上面的冲突 婚姻上面的危机 人的心灵是空虚的 甚至会听到突来的噩耗 有一个无法很难治愈的疾病 突然连到我们的身上 以上的这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常常听到 所以造成我们常常听到说 有人他就有了忧郁症 甚至有了躁郁症 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 我们是否也能够有一颗喜恶的心呢 那我们这关键的 答案在哪里呢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要在主里的喜乐是什么 就是靠主喜乐 我们今天就以三个方向 我们以这个来作为目标 我们一起来努力跟学习 我们一起翻开 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16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耶稣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 第二个就是要不住地祷告 第三个就是要凡事谢恩 在主里的喜乐里面 第一个我们来学习要常常喜乐 听起来很简单 这四句话常常喜乐 我们也知道要喜乐 但这却很难去 很自然而然地去做到 那我们来看保罗他 写信给Teson的家教会 而我们也知道 保罗他在整个 在世的一个尾声的时候 他是被监禁的 所以就像《史如行传》 28章30节到31节里面 他被监禁在一个地方 但是在他的心中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 而没有了盼望 他这足足有两年的时间 也有很多人来关心他 而他也能够与这些人 来相互的一个 来彼此接待 甚至他能够放胆地传讲神果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来教导人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为什么还能够 能够很自然地来完成 他认定所要完成的事情 从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书信 但是在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 就是他在被监禁的时候 但是他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 不断地去陈述 要这些教会的信徒 要过着喜乐的信仰生活 来勉励他们要追求 用正面的一个看法 凡是往好的方面去想 这样你的心中就会喜乐 很多人他就是一直往负面的思考 就看到的都是 看到所想到的都是事情的负面 或是看到别人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在信仰生活中 就充满了很多的埋怨 也有了一些计较 和挑剔跟忧愁 而心里就产生了不安 就没有了喜乐 但是从保罗写给 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 基督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即使是在黑暗当中 就像保罗他就是被 在监禁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就是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这样我们就一定会看见亮光 就不会让我们 就处在这个黑暗的里面 而甚至会把自己给关了起来 所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 从腓立比书当中 我们来学习保罗所要教导我们的 第一个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五节 在新约的277页 从这一段的大标题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为门徒祈求感谢 we can see that Paul pray and give thanks for believers 他在享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when he was thinking about the believers 他心中充满了感谢 he was full of thanksgiving 充满了对神的感谢 the thanksgiving towards God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 and verse 4 他每逢为这些信徒们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为什么呢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因为他看见了弟兄姐妹的同心 看到弟兄姐妹 他们努力的来兴旺福音 这时候他所看到的 不是看到自己被监禁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没有了自由 但是他所看见的 近视神的恩典 近视这些教会弟兄姐妹的成长 以及这些信徒们 他们努力兴旺福音 在十二节到十四节 这边说到说 弟兄妹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 和其遇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锁 就笃信不已 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保罗他看待自己被捆锁这件事情 所以看见的是神美好的旨意 因为他所遭遇的事情 是福音更加的兴旺 因为他被捆锁这件事情 他能够向御营全军和区域的人 来显明基督 并且因为保罗他被接近这件事情 让在主里的弟兄 因为这件事 他信心更加的坚定 而越发来去放胆传神的道 就说无所惧怕 所以在保罗他所看见的 是看到神更多的恩典 以及神更大的能力 来兼顾这些弟兄姐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会遭遇到 我们所谓的试炼 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甚至是有疾病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 更应该要往正面的方向去看 要去思考神的旨意是什么 ponder about what's the will of God 神的作为在哪里 当我们静下心来 我们用心地去思考 我们用心地去体会 甚至我们会将这些事情 放在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神是一步一步地在带领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 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惧怕 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喜乐 并且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 所以常常喜乐 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来说 真的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体会得到的 那第二个我们去分享的目标 我们要去追求目标 就是要不住地祷告 是 to pray without ceasing 祷告就是我们跟神 得在灵里面的一个相通 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赞美神 就像我们的祷告很简单 就是不断地念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我们就是不断地去赞美神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可以体会到 我们是跟我们这位神 是在彼此交通的 我们也知道说神知道我们的内心 神知道我们的处境 甚至神也是那一位 最愿意听我们诉求的那一位神 在祷告里面 我们常常会来向神来祈求 我们会了解到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大 甚至神引领我们的道路 走过许多的困境 因此我们就向神来献上我们的颂赞 在菲利比书第四章里面 第六节到第七节 保罗也用这一段来勉励菲利比教会 我们一起来看 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六节 在新约的280页 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第六节 因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之前在读这两节经节的时候 一开始的 应当一无挂虑 以前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你第一个 应当要做的事情 你就是要一无挂虑 但是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很难一无挂虑的 除非你真的能够体验 应当一无挂虑 其实是神对我们的祝福跟应许 为什么 因为 就是我们做了以下的事情 就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 那么神他就会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也必在基督耶稣里面 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在困境里面 甚至在孤独当中 在无助的一个状态底下 最容易的就是胡思乱想 会容易的将自己 禁锢在一个空间里面 不愿意去往外踏出去 一直关在这黑暗的一个状态底下 但是我们借着祷告 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向神来祈求 当我们看见神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会 深发出对神的感谢 它就是最后我们的心怀意念 就会被保守在主里面 让我们都能够 不断地往光明的一面来看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踏出去 所以祷告真的是 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 我们的祈求 就是对神的交托 也是神是给软弱人的恩典 我们来向神祈求 就是将我们自己的软弱来交托给神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三十七篇 诗篇三十七篇 第四节到第五节 在旧约的六百八十三页 诗篇三十七篇 第四节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过 三十七篇第四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这边 大卫他做的诗里面 他的体验 他也将这一段经历写下来 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神 这位神也认定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以耶和华为乐 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相比的 而且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会将我们心里所求的事给我们 第五节就是要我们去做到的 你首先要将你的事来交托给神 并且依靠他 这样神就必成全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交托给神很简单 但其实在潜意识当中 我们确实想把握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 这件事情赶快有一个答案 一直以人的角度跟想法来看这件事情 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 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还在你的身上 一直握在你的手中 唯有我们来将这些完全的交托 unless we fully trust 并且懂得来依靠神 and rely on God 这样神就一定会成全 在诗篇的五十篇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五十篇 二十三节 在旧约的六百九十四页 二十三节说到说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这里也再次写到神对我们的应许 在我们的祷告祈求之后 我们心里就会得到很多的答案 可以感受到神很多的恩典 最后就会满心地来感谢神 and we will give thanks 这边说到说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神 so whoever offers praise glorifies me 而这样做的人 and to whom 他也必是那能够按正路而行的人 who orders in this good conduct 神就会使他得着神的救恩 I will show the salvation 就是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so it's our difficulty are the answer 有时候这个答案 甚至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and sometimes these answers are beyond what we have thought 所以我们以感恩的心 来归荣耀给神 so we give thanks 这样我们就会将我们所要的 来告诉神 so there we will make our quiz 这样就会有无忧无惧的平安和喜乐 and then we will have the peace 所以在祷告当中 so through our prayers 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 怎么来向神祷告 sometimes we might not know how to pray to God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but we are sure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 Let's turn to Roman 罗马书第八章 Roman chapter 8 26节到28节 verse 26 to 28 罗马书八章 Roman chapter 8 26节到28 verse 26 to 28 在新约的218页 这边我为大家安宁过一次 26节 verse 26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地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这边说到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知道 怎么来向神祷告 有些是我们 不敢来向人家说出来的 甚至有可能在祷告当中 我们甚至说不出来 但是这里说到说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这边说到说不出来的叹息 当我们担忧的时候 我们会发出叹息的声音 正好像圣灵 祂看待软弱的我们 祂会发出叹息的声音 但是祂 学用这样的方式 来替我们祷告 祂用这种方式 祂来向我们天上的真神 来为我们代求 祂能够重新得力 让我们能够从困境当中 站起来 让我们的力量得以坚力 经过这些种种的考验之后 我们渐渐地成长茁壮 这说不出来的叹息 成为欢欣鼓舞的声音 就是一种赞叹的声音 It's a sound of It's a sound of praising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Throughout this period 我们也都是符合 神的旨意 We do it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所以最后让我们能够晓得 At last we understand 万事都互相效力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就是我们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之后 So after we have experienced this 我们得着了许多的帮助 We have gained a lot of help 得着极大的益处 And a great benefit 所以神的儿女 So the children of God 就是在主里面的人 So people who believe in Christ 我们就是在祷告中中 来敬拜神 We pray to worship God 我们在祷告中赞美神 We pray to praise God 我们在祷告中 向神来请述 And we also pray to make our request to know God 我们在祷告中 来向神祈求 And we also ask God 我们在祷告中 得着释放 And we also We are released Release us through prayers 我们在祷告中 满心地感谢神 And we give thanks towards God 最后我们在祷告当中 And lastly in prayer 也因此蒙福 And we will bless through God 最后我们来 学习凡事谢恩 And lastly we learn how to give thanks 我们一起看 Philippi书 Let's turn back to The book of Philippians Philippi书第四章 Philippians chapter 4 第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 Chapter 4 verse 18 to 20 这边记载着 保罗他在逆境当中 He has records when Paul faced difficulties 他一直地表达 对神对人的感恩 He's still trying to show the praising towards God He gives thanks towards the grace of God 也感谢Philippi教会的 同心合意 He also gives thanks towards the church in Philippi 和温暖的馈赠 And their wounds 和尾巴佛体的看顾 And the caring of Iphorites 保罗他所感受的 The feelings of Paul 这些大大小小的 到处都是恩惠 And are the grace towards Paul 所以保罗他一直 持有这样感恩的心 So Paul have this heart of thanksgiving 他随时随处 都感受到 神和人的恩惠 He received a lot of helping from God and man And he has joy inside his hear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o we can see 感恩的心 a heart of thanksgiving 就是喜乐的泉源 It's a fountain a spring towards our joyful 所以他在 四章十到十一节里面 So in chapter 4 10 十一节到十一节 verse 10 to 11 第十节说到说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But I rejoice in the Lord greatly 因为你们失恋我的心 Because you lost your care 而如今又发生 And it happened again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So that's why you think about me 只是没得机会 But there's no chance 21节 verse 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Now that I speak in regrets to need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 So they have learned 都可以知足 in whatever states I am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to be content 所以这就是保罗他 最大的一个秘诀 So this is the secret 也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learn from Paul 我们要学会知足 We should know how to be content 也是保罗他的一个秘诀 It's a secret from Paul 因为他靠主大大的喜乐 Because he relies on God To gain joy 他知道一切赏识都来自于神 He knows everything comes from God 以及靠主都能够胜过他所有的一切 Through reliance on God He can fight against everything 因为他现在所遇到的 So everything he faces now 都是神奇妙的安排 It's an arrangement from God 所以他就能够看见 自己神所给他的一切 So he can see what he was given by God 他看自己所拥有的 And he look to himself 这样他就有了知足的心 He has the heart of containment So to be content 就是看见自己的丰富 And choose to know ourself 而这喜乐就是最好的一种回报 And so great repaid towards our joyfulness 所以在接下来十二节之后 So after verse 12 所以他说 我知道怎样处备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So I know how to be a birth And I know how to be a bond 或饱足或饥饿 Or even to be hungry or be full 或有余或缺乏 Or be a bond or to be suffer 随事随在 In everywhere 我都得了秘诀 So I have the secret 十三节也说到 Verse 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I can do all things 凡事都能做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我们看待神 是给我们的一切的赏识 We put emphasize towards God 並且珍惜神给我们的赏识 And we treasure the gift from God 那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 So that we can learn from God 就是得到满满的力量 To gain the strength 能够做出神 要我们去做的很多的事情 And to complete the work 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个见证 And lastly I share a testimony 就是台北教会 曾恩仁长老的见证 It's Elder Jen 他的见证 His testimony 小弟听了三次 I have listened for three times 但是每一次都有 不一样的体验跟收获 And I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 every time I heard it 当他在2008年的时候 in 2008 他因为肺腺癌 He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在台北荣肿医院来开导治疗 He had a surgery in Taipei hospital 很感谢神的 And thanks God 他健康复原的很好 He was recovering very well 也度过了复发的危险期 And he went over the danger period 小弟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 And the things that I was most impressed 他用非常喜乐的表情 He used very joyful face 来向大家做见证 To testify to everyone 我们在他的身上 Through him 看不出曾经是 严重癌症的一个病友 I cannot see He was a patient who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他常跟大家分享 He shared to everyone 征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In Proverbs chapter 17 喜乐心乃是良药 Joyful heart is good medicine 这是在圣经当中 所很明明记着 告诉我们的一个秘诀 It's a secret that's recorded in the Bible And it tells us 而这也是牧养他一生的神 撒赐给他的 And it's a gift who guides his life And it's a gift 他阐述他当他 接收到他有这个 罹患恶性肿瘤的电话的那一天 He described when he received the phone call that diagnosed that he has cancer 他那时候正是在大陆是出差 有一些工作 He had a business trip 当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When he received this phone call 他也紧急地取消 之后三天的一些行程 So he cancelled his trip 都忙完紧凑的工作 And cancelled his job 他晚上回到 在东湖旁边的一个旅馆里面 So at night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hotel 准备隔天就要回来台北 来就医 And he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Taipei to go to the hospital 他有谈到东湖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He described Somewhere in China is a beautiful place 而小弟也去过 I've been there once 的确是一个非常壮阔美丽的地方 It's a beautiful place 相对于西湖来讲的秀气 是不一样的景色 It's a different view 尤其在夜晚的时候 Especially during the night 有许多的灯光点缀 There are a lot of shining light 更是不一样的美丽 There's such a different view 可是他的心情 却没办法去欣赏 这眼前的美景 But his feeling is quite hard To enjoy the atmosphere 这时候他想到以后的生活 He thought about his life Later on 他的失去 就跟一般人一样 His mind was like everyone 非常的忧虑 He was anxious 但是身为基督徒 But as a Christian 在无助的时候 When he has no help 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依靠 We have God as our reliance 我们有祷告成为我们的力量 We have our prayers to gain our strength 所以他跪下来祷告 So he kneel down and pray 他面对生命的危机 When he faced the difficulties Even to the danger Toward his life 他向这位掌握 生命 祸福的这位神 He prayed to God Who controls the life and death He asked for peace Inside his prayer He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He was moved by the Spirit 而且有从神而来的一个旨意 He received the will from God 他写下了三个神告诉他的 He wrote down three points 就是由他内心来想出 这三个应当是他现阶段 要去学习的 And these three points is what he has to learn at this stage 第一个就是交托真神 And the first point is to trust God 神让他遇到了这件事情 God made him to encounter this 更当应要去交托真神 He should rely and put trust towards God 第二个就是竭力追求 And second is to pursue in all his strength 应当更加把握 神给他的时间里面 He should hold up the opportunity and time 来竭力追求 对神对人所当尽的本分 to fulfill his ability towards man and God 第三个就是情愿顺服 And the third thing is to submit towards God 这三个 他努力追求学习的方向 And these are three dimensions that he wants to learn and tries to learn 让他了解 And he understands 这专心地靠神 And to trust in God 並且用喜乐的心来面对 He used a joyful heart to face this 他心里得到平安 He grant peace inside his heart 而且能够很坚定 很笃定地 将生命来交托给神 He put over his life towards God 他也尽力寻求 一生的治疗 He also received the treatment from the hospital 所以最后结果 不管怎么样 No matter what at the end 他都甘愿接受 He willing to receive the result 在整个治疗过程里面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他回归规律的生活 He had a easy life 并且能够做人当境的一些 病人当做的一些要求 And he tried to complete his obligation as a patient 这是他自己应当要尽的责任 And that's what he needs to do 那更重要的是 And the most importantly 就是来祈求神 是给他保持喜乐的心 And he prayed to God so he can gain a joyful heart 他心里非常感谢神的 He prays God 就是神让他做到了 And give thanks that he has done 並且凡事都能够 从正面的角度来思考 He can think everything positively And he experienced that a joyful heart is a good medicine 一直到现在 Until now 我们仍然看到 长老他仍然能够 为 看到他 来为 为神来服事 We still see an elder he still serves God 这样已经 这样经历了 大概十几年了 It's past a decade 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 So as a Christian 我们在诸里面的弟兄姐妹 The Christian inside the Lord 我们真的可以去体会 We can experience 我们在诸里真的是可以满心的喜乐 We can gain joy inside the Lord 并且真的是可以常常喜乐 We can be rejoiced always And we can pray without ceasing And we can pray without ceasing 凡事谢恩 And give thanks Always 这样神必将福气赏赐给我们 And God will grant us the blessing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诗篇 Let's turn to Psalms 16篇 16 11节 Verse 11 Psalms 16 verse 11 在旧约的667页 我们把这一节一起读过 Let's read this verse once together 16篇11节 Psalms 16 verse 11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感谢神这样的福气 一定会临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So we thank God That the blessing will come upon us 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We have joy for We have jo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是因为我们将神常摆在我们的面前 Because we are at His right hand 这就是记载在第八节的上半段 It was recorded in verse 8 就是一样在16篇的第八节 So in chapter 16 verse 8 我们在神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We are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右边保佑我们 So the God is at our right hand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And there we can walk in the internality 就是在第八节的下半段 Which is on the second half of verse 8 所以今天我们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So through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So we can come to His presence 享有满足的喜乐 To enjoy the blessings and the joy 和永远的福乐 And the pleasure forevermore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Let's sing 378首 378